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雅泰雅德 方絲精英的Andy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Andy 你好 好的 會想先請Andy跟我們分享一下 過去是什麼樣的經歷 然後讓你接觸到目前的產業類別呢 是的 雖然我大學學的是工程 但是我覺得我希望學得跟自己比較相關的東西 跟自己的晉升相關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出去留學學了生物科技 學了遺傳學這些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再加上做了博士後研究 就有一個公司他剛好邀請我去參加他們做他們的事業開發 事業開發就是做生物晶片的 慢慢就接觸基金檢測這個事業 因為其實在初期其實在創業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或者是困難呢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這個公司是跟英國的合資公司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的需要跟英國之間的溝通合作 包含投資也是一樣 那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這個文化之間的隔閡 對 溝通上啊 進度上的隔閡 對對對 那就會有很多需要我們去解釋 然後讓他們理解的地方 這是比較大的一個困難 其實比較特別的是你們其實在做的是癌症的基因檢測 那你們除了有這樣的產品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就是說我們除了做癌症以外的東西 應該說癌症基因檢測是我們的主軸 當然我們也就是說提供一個平台 讓很多的大學醫院或是大學的研究者 他們去實際上去開發他們自己想做的檢測 所以他其實不一定就一定要限定在癌症 他可能去可以開發比如說心血管方面的檢測 他可能可以開發甚至寵物方面的檢測 寵物方面的檢測 都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預算學它的應用非常的廣 那我們這個平台就是提供一個 你只要懂它的序列 那你就懂它哪些癌症 應該說哪些突變會造成什麼樣的一些疾病 這些都有的 情報的話就可以在我們的這個平台上設計出自己想要做的診斷 所以這個其實是跟很多的這些學術單位有很多的互動的一個方式 那可能市面上也有可能像歷史也是在做基因檢測等等的同業 那等於說在競爭這麼激烈的情況下 你們覺得說最大的差異化以及特色點在哪邊呢 最大差異化其實就是應該說 我們跟我們這個行業裡面有大公司有小公司 那我們的開發的人員基本上是來自於這些大公司的人 那他知道這些大公司做出來的東西呢 有些東西沒辦法解決客戶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有某些癌症的這個突變位點 他是沒辦法抓到的 那我們就針對這些地方做專研 去解決說大公司做出來的產品沒辦法解決問題 讓客戶對我們印象深刻 那當然也是我們要做更好的一些服務 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 做更好的服務 然後更深切的去了解說 實際上這個市場需要什麼樣的檢測 然後還有一個更大的重點就是我們要隨時去想到 患者需要是什麼東西 站在他人的立場 對站在他們立場 哇那想必在過程中有很多向顧客肯定的案例 那Andy 你覺得說是什麼樣的鼓勵 然後讓你有前進的動力呢 是的就是說我們因為可能如果我們去看醫生 那可能有時候有些檢測是很侵入性的 也會讓我們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們一般來說就是會去介紹我們一些新的技術 讓這些醫生了解 有的醫生他們是常常會站在患者的角度來想 那他們有時候就覺得說看到患者這麼痛苦 去接受這個一個又高價 第二個就是有很難過的一個過程 那你在想說有沒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可以讓他們減輕這樣的痛苦或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當我們去提供一些新的技術新的這個介紹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真的解決了我們這些問題 因為他是站在患者角度來想的 所以他會覺得說真的幫我們解決很多的問題 他的那個感動是讓我們覺得好像你是被感謝的 雖然我是一個業者 可是他是感謝你的 他覺得你帶了一些新的東西讓他們可以去 讓造福更多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讓我們覺得是一種成就感的地方 是因為可能像市面上很多的檢測都是要透過侵入式 可能會造成一些病患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其實你們可以透過更簡單 然後也更便利的方式 讓在這過程當中出了時間可以更快的檢測出來 也可以不用這麼侵入式的方式 那Indy 你覺得說對於整體公司它的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呢 對我們因為我們是用比較有限的資源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短期的規劃基本上就是 趕快讓我們的收支可以平衡 那很快的去擴展我們的這些 把我們這些技術可以拓展到很多的 醫院跟國家 那亞太的話我們基本上要把所有的銷售網全部建立完成 是短期的 今年的目標 那明年開始我們開始要往國外去擴展 當我們達到收支平民以後 我們就可能要去開 因為是一個總部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除了台灣以外 我們會另外去開 日本澳洲 甚至會去設實驗室 在可能在東南亞 慢慢的我們把這個 這個銷售網過擴大 然後慢慢的把這個子公司的 也擴大 之後我們就可以更貼近的 去照顧所有的 需要的這些患者或醫院 是 主要就是希望說你們就是一步一腳一 慢慢的把這樣的一個技術推向國際化 也讓更多人知道你們 對 其實當中其實有很多病患可以從當中得到一些 哇 嗯 簡短的時間 那其實也從中覺得 哇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產品 那在這當中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那他可能也想投入向相關的領域 又或者是說他們會想創業的話 那Andy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呢 是是是 我想創業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也一定要有做充分的準備 那所謂的充分準備就是說 不是說一股腦覺得有這個idea就馬上做出去 其實要做很多的事 事前的做一些充分的 應該說研讀啦 準備啦 然後還有 我覺得還可以去一些 一般的公司先做一些 就是先就職 然後去了解 累積一些經驗出來再來做 你才知道這個市場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實際上 在經營公司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再加上 你有在基層工作經驗 你就只知道怎麼樣去對待這些員工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東西 一個環環相扣的部分 對 所以最主要就是給年輕人的建議是說 其實你如果想投入這個相關領域 其實你可以去一些相關領域的公司 或者先做做看 先確定你是真的非常熱愛這個領域類別的 那又或者從當中可以學習到一些經驗 把目標 可以把它訂出來 那就是往這個方面 然後慢慢的前進 對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興邀請到 Andy來到我們的人物轉訪 那我們謝謝Andy 謝謝 謝謝你